常老师一直觉得他有小腿来翻的问题 就是请您给他检查检查 米丽同学你藏着我先走了 米丽不讲话 OK我们看一下米丽同学的腿 到底是往哪翻 跟我做姐妹身材不掉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尚雅 今天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腿部内容 不管你是有腿形不直 梨形身材还是大小腿粗壮的问题 今天的视频都能通通给到你答案 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跋山涉水来找到的体态抗抗师陈老师 山涉老师好 我是陈美杰 我是全力运动抗抗性负责人 再来介绍一下陈老师的助手 Hello大家好 我是全力中心的物理治疗师小安 还有今天我还找到了我的好姐妹米丽 她真的是集万千腿形问题于一身的 于一身的最佳工具人 Hello大家好我是山涉董米丽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合集 我会把针对不同腿部问题 放在相应的分级下面 姐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形问题 去在相应的分级里去做跟练打卡 这么干货的内容 姐妹们我们现在公屏上扣个1 今天所有的腿部问题 都是根据大家平时评论里最常问的问题来总结的 第一个最常被大家问到的问题 都是关于腿形不直的 就是大家都会问到 如何校正O型腿 X型腿 还有XO型腿 O型腿呢实际上是我们膝盖有一个内翻 它在内侧会比较的有压迫 然后在外侧会有一个牵拉 那像它内侧有一个紧张的压迫的话 长此以往内侧的半月板会受到磨损 外侧的外侧腹人带 它会被拉长 然后造成膝关节的不稳定 那怎么去改善它呢 比如我们可以拉伸大腿前侧的肌肉 我们也需要去拉伸负责大腿内旋的肌肉 然后呢加强大腿外旋的肌肉 以及加强大腿后侧肌肉的力量 那具体有哪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呢 就是让陈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蹲起 这个蹲起呢 我们可以完全的固定着我们的膝关节的位置 然后向内的旋转 我们做一个完全的全蹲 然后再做一个完全的起身 重复这个动作 就可以很好的去把我们这个腿形 由效的通过肌肉的牵拉腿就种起来 两个腿形都一样 X型腿与O型腿相反 X型腿呢是一个膝盖的外翻 它压迫的是膝盖的外侧 然后签拉的是膝盖的内侧 也就是说膝盖内侧的夫人带会被拉得比较长 也是会造成膝盖的一个不稳定 那外侧的半月板被压缩的比较严重 长此以往可以造成外侧半月板的一个磨损 那纠正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拉伸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 然后同时呢 给我们大腿外侧的肌肉有一个按摩的放松 然后我们要避免单腿的支撑站立 OK 这个纠正X型腿的动作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想通过这个最简单的一些动作 我们拿到很有效这个效果呢 我现在教大家两招第一招呢 就是我们放松这个内部的肌群 我们可以用手然后可以用自己的肘去按摩 我们这个腿的内侧相关的这个肌群 包括小腿的内侧的肌群 然后其次呢 我们在做这个蹲起 还有在做这个就是屈膝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让我们这个腿的外侧 尽可能的让自己这个腿的膝盖的外侧往外侧的去打 然后两个手顶在这个膝盖的外侧 做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蹲起 OK 就是你会感觉到腿的力量是外侧在用力 然后明显的这个肌肉力量 要比内侧的就一样的内痕力 OK 但是尘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像有的人他本身有X腿的问题 然后他可能刚刚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不太好找到那个力量 会不会存在一些带长的问题 就比如说应该外侧的法力 然后他还是用在内侧 OK 上阳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并且在实际的我们的工作中呢 也是很常见的 子鹤区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吧 我们可能试操的跟在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些输入 我们要具体的感受到自身的一个感觉 一旦当你觉得你想去训练的这个肌群的感受度 弱于这个对侧的肌群的感受度的时候 这个动作会告诉你 基本上你现在是有疲劳的一个感觉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一旦有这个你没有想练的这部分 有很强的一个疲劳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都要把这个动作先提起来 做一做相关的一个放缩 那就是用泡过手放松一点或者拉伸一点都可以 是的 XO型腿呢 它是我们的大腿的骨骨有一个向内的旋转 那同时伴有小腿的颈骨向内的一个旋转 怎么去纠正它呢 我们可以先去弓箭部拉伸我们的叉腰肌 然后拉伸我们大腿前侧的骨刺头肌 然后锻炼我们的腹直肌 做一些卷腹反向卷腹什么的 然后同时还要加强我们大腿后侧骨二头肌的力量 因为这个我们常说的XO型腿呢 其实现在很多小美女们小仙女们 都习惯要做出来非常可爱的一个动作 然后膝关节的内扣 包括脚踝的内扣 就这样的动作容易造出我们激励的一个失衡 我们去改善它呢 就是用一个完全和做这样的习惯性动作 一个相反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们经常常常这个让这个脚尖内扣 膝关节内扣 那我们在做一个脚肌肌训练动作的时候 就把两个脚静肯的往外打开一点点 乘90度 然后膝关节呢也向外側打开 打开的同时呢 就是如果有条件可以拿一个小的一个圈的一个弹力声 不定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两侧 做阻力训练 对做一些阻力训练 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 在5度的范围的空间内 然后曲宽 然后保证膝盖和小腿的这个角度在90度 到95度这个空间内 做频率高的 然后这个辅助小的一个自己的训练 这样就很快的行 工具人要派上用程 他一直觉得他有小腿在办问题 就是请您给他检查检查 真的有 是真的有 来来来 上回 困扰好多年了 是吧 好来请米丽同学 我们站在这个沙发岗 米丽同学你躺得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是一个很苗条的人 先走了啊 米丽不想活 米丽同学一直很纠结自己是不是理性的身材 那个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身材 一条一条一条 不要拍把踢 不要拍把踢 没有这招 不拍 我们看一看米丽同学的这个腿 到底是往哪翻 是往外翻还是往内翻 首先呢我们先呢 把两个这个腿呢先往内侧 并楼 对并楼 看能合上吗 OK 合得很紧啊 基本上我们先排除一下这个O型腿 是吧 除外一下O型腿 OK好我们再看啊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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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骨的这个方向啊 我们可以刚才很明显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并骨的啊 左腿的并骨的比右腿的并骨要靠下一些啊 然后呢这个右腿的并骨会更加的靠上一样啊 然后呢我们刚才量了一下就是右腿比左腿要长那么一点点 让米丽同学呢这个小后转 来来向中间进肯能的并楼 现在很明显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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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的 对这个我们腿的这个折腾的部分 这个更加靠下啊 这个更加靠上 对吧 OK 这个地方中间呢 是挤压的比较多啊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 姑且叫他AX腿啊 OK 那我们在验证下我们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再让米丽同学做一个正常的蹲起啊 好来做一次就可以 好 我们小伙伴们看一下这个腿的中间的这个变形的情况 好来起来 对吧 起的时候呢 有个很明显的内扣 OK 然后再站起来 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外侧的肌肉力量 两边呢都比较的弱 而内侧的肌肉力量又相对比较强 OK 怎么去解决现在这个米丽同学的这个 有可能的这个AX腿呢 米丽同学呢 两个脚尖内扣 OK 好 来我们再做一组正常的这个蹲起 好 好 好 再起 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还是非常的有这个往内侧这个扣的这个感觉 并且 再请米丽同学来面对着我这样啊 侧向 OK 好正常站好 可以看到米丽同学呢 又这个膝盖的一个过身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过身的比较多 就是一系列的问题 大家找到了 有这个长短腿的问题 也有这个膝盖的一个过身的问题 以及呢 还有就是 屈膝 还有这个身膝 做蹲起这个时候 它一个膝盖的这个异常活动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呢 它 最终的一个根源一个问题 多数呢 是跟脚有关系的 跟这个足弓啊 还有这个脚趾发力 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佐证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判断 然后呢 呃 我们先看一下米丽同学的这个 这个 这个经常穿的这个鞋子啊 米丽呢就是左脚的这个部分 啊 脚后跟的外侧摩托比较多 相对于左侧的摩托比较多 嗯 然后呢就是后侧 它有这个外侧 都摩的比较多 而前脚上去登地的 是摩的比较少 对前两边这个纹路摩的这个 是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左脚手里更多 然后右脚手里比较小 是走路姿势不对吗 对 这个和走路姿势 是有直接关系的 啊 刚才我们很清楚看到了 米丽同学的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啊 然后 我们刚才在诊事里面已经啊 就是看到米丽同学 他是一个平足 嗯 两个足弓有很明显的这个塌陷 同学们听见没有 他还有扁平足的 我先走了 我这次真的先走了 陈老师那像他这种 就是综合性问题比较多的话 他应该先去纠正哪一个 一个比较重要的 当然是先找到 根源的问题 就是他所有的问题 基本都是因为他的脚带来的 没错啊 因为我们自身的重力 我们要站立之行 都是 都是需要这个与 我们的地表跟地面啊 产生相对的这个位移 产生摩擦里带来我们身体 往前去走 所以说首先啊 就是要纠正我们的这个 脚的那些的问题 包括扁平足的 包括这个足底的这个抓住的力量 纠正完之后 你再穿一双新鞋 基本两边磨得是相对一致的 OK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 脚纠正好了 膝盖自然就好 不是要先练走路姿势吗 首先呢 是要练一个单一关节的一个活动 这个就是你的脚的力量 因为足够的 对 你足弓的足弓 你不可能现在因为这点事 你去做手术把他给完全撑起来 但往往我们很容易忽视就是脚的 这个脚掌的一个力量 这个脚掌的力量 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高科技 我们的鞋子越做越软 越做越舒适 然后我们的脚掌 你不用发太多的力 就能走得很舒服 而且现在社会路也越来越平 越来越平 那个都是屎子耳朵 而且还要说说年代感 那时候还都跳蜜疾了 现在小孩全是3C产品 代替一切事外活动 没错 杉安老师其实这个问题是 特别的有针对性的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多跟我打卡 知道吗 不要老实在是躺着玩手机 然后感受我们自己脚 自己这个身体一部分的 一个发力的顺序 还有还有一个缓冲的能力 我二十五年你还没选择走路 那像我这种下船比较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走路姿势 还是不正确造成的 就是下半身会更胖一些 就是俗称的这种异性身材之类的 我刚才去看啊 我因为没有拿到 非常准确的数据 我判断就是米丽老师呢 他不是胖 他是这个下肢循环的 对血液循环的 没有那么的通常 对啊 接着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血液的 这个回流啊 血液循环系统很大的一个关系 对啊 所以我的我的 我刚才的这个判断呢 我做了几个比较简单的试验 比如说我在他腿上 稍微的就按一下 他就弄一个坑 嗯 那是水肿 也是腿不断练的事 对 没打卡啊 不好意思 就还想问一下老师 如果他是天生腿型不直的这种 他可以通过后天运动来改善吗 天生腿型不直 如果是他的骨骼是比较弯曲的 那我们通过锻炼的效果 不是非常的显著 这个先天的这个腿型步骤呢 也分为了很多种 就是我们可以规定在五度范围之内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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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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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后天的训练呢通过一些这个这个角正性的动作可以起到一些这个这个腿型的改变这个腿型的改变不一定是骨骼方面的改变 看来天生腿型不直的同学也不是完全没有救的啊 看来天生腿型不直的同学也不是完全没有救的啊